各位大家好 您各位現在在畫面上面看到的這個頁面就是我的個人的部落格 那在左上角這三個字就是我的名字 我是一個愛玩有愛心的人 每天的工作就是小小鍵盤大大大程式 每次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就會想要迫不及待的跟朋友們分享 所以我開始想說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東西乾脆就把錄成影片 那另外也就是想到說以後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如果就是我學到了一些東西假設是有參考價值的 就這樣跟著我建的棺材也真的是很浪費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影片或者其他方式把這些東西留下來 讓其他有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參考研究 接下來我將會錄製一系列的影片 那影片的內容主要是跟我每天的工作環境有關 因為我目前主要用的程式語言是Ruby 以及Ruby on Rails這個Web Framework 工具的話編輯器主要是用Vim 那版本控制是用Git 前端的JavaScript用的是Coviescript在寫 所以其實也許我們在之後的影片裡面會再錄製其他的主題來供各位參考 OK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啦 那這一個頁面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大概列了一下我目前手邊在用的工具箱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齁 這裡有的是要錢的有的是不用錢的 那主要其實我會跟因為這些東西 我跟各位推薦的有一個叫做Effrey這個工具 這工具是做什麼用的 你光看這個虛數可能看不錯 我們直接有10多給大家看看 就是如果你有些應用程式 就是因為你電腦可能同時會開好幾個應用程式 所以你可能會這樣按Cmd或Ctrl然後Tab這樣切換 這樣不是不行這樣當然OK 但是有時候當你切過頭 哎呦你要切回來 有時候會比較麻煩 透過這個Effrey這個工具呢 你看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很快的叫出它來 然後呢打一個關鍵字例如說Terminal 我再打個T 它就會去幫我找出這個T這個字 這個應用程式 然後就會直接切過來 然後打一個G 它就會切到Google Chrome 當然打一個F 可能還有其他Finder 還有或者Firefox之類的 這都OK 所以我其實很常用它來做 我用它之後我就很少用這個 這個這樣的操作方法 主要就是用 就直接用 因為你只要知道一個字 例如說你要記一個G或記一個T 你就可以很快的切換到那個工具去 我覺得相當方便 那雖然說它是需要付費的軟體 它是需要付費的軟體 但是 我剛剛用的這些功能 其實它是不用 它是免費的 所以當然如果你想要用一些更進階的功能的話 你也許可以考慮看看 就是去購買它完整的功能 可是我目前大概用這些 用Free的版本是OK的 再來就是 因為我主要 我剛剛前面提到的時候 我是用Ruby 以及Ruby on Rails 在做網站的開發 所以會 其實會很多時候會用到 應該說 我的工作環境 都是在Terminal底下的 都是在這個這個底下的 在這裡做事情的 那Terminal 我目前用的是 I-Term 這個版本 我是用第二個版本 我是用Item2的這個版本 我覺得用起來還蠻舒適的 它比那一鍵的那個Terminal 還來得方便來得好用 那你可以 你看到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彩色畫面的 這些東西 就是我自己的 這個Share 這個ZSH 那還有 我其實還有透過一些 例如說 其他的設定 然後我會再把這些設定的連結 放在這個 那個頁面上面 然後到時候大家可以參加一下 我 我覺得用ZSH 在配合我的工作 其實還蠻方便的 再來就是 我會介紹到我的 主要的工作的編輯器 我寫Rails 其實我在一開始 接觸Rails的時候 我用的編輯器是叫做 那是TextMap TextMap其實相當 很優秀 但是他的中文實在是 有點問題 就是他顯示中文是有點怪怪的 然後有些字都擠來一起 是很 看起來是很不舒服 不方便的啦 雖然說他寫一下功能 是想的是很優秀 那 後來 不久 記得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接觸到另外一款 叫做 叫做 Subline Text 它 其實是不錯 它也很優秀 然後它中文顯示是很正常的 它其實感覺上就是有想要來 取代 TextMap的意味 對 那 不過 後來 有很多工具 在做開發 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 陳述設計師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剛剛看到的是那個 例如說 這個是沒有化妝過的版本 幫他做了一些設定 然後 幫他畫了一點妝 然後 他看起來有可能會是長 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在顏色上面 例如說 你看底下的狀態裡有一些漂亮的顏色 然後 他有一些 像這個 像顏色的高亮度 就是 這些 顏色該有的都有 那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這一個 我自己 就是 呃 大概 這個 因為我是我自己自己設定的 所以我其實蠻清楚說 我帶了一些 哪些功能 呃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這一個做了什麼設定 首先 我在F1 我當你打開這個 如果你是照我這個設定的話 那你打開這個F1這個 當你按F1 你出現一個小閱歷 其實這個小閱歷 沒有什麼用途 就是你看到今天禮拜期就這樣 就這樣子 有啦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可以做一些 你可以記事 但是我通常我只是拿來看一下 這個日期而已 好 F2呢 我設定的是一個Nertree這個 這個Plugin 那Tree你可以看 它其實有點像是 呃 呃 就是一個一個 檔案總管之類的 就是你還會是一個 樹狀結構 然後你 你如果當你點到這樣 它可以 秀出來 你可以 很快的切換 好 我想這個是 嗯 如果你 還不習慣 嗯 應該說你如果 你還是習慣那一種 就是有 有那個 檔案 就是那個 有檔案總管類型的編輯器的話 我想你可能會需要這個外掛 那我目前是把它設定在F2 這個就是 你按一下才打開 按一下才關起來 好 那另外就是 呃 我有還有另外還做一個 就 呃就是 呃 我設定了 其實還有其他的 不過我主要是介紹這個 呃 例如說我今天我寫了一個 這是一個Ruby檔 然後 我按F5它就會 其實你可以看到到 在底下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會有自行 就是其實我做一個script run 然後呢 一個簡單的 它其實就是呼叫你心臟 你去執行這個檔案 你就不用去跳 你就不需要離開你的編輯器 然後 或者再另外開個tab 然後再執行它 你再按F5就可以看到結果 那這個F5 其實它會根據不同的 不同的file type 例如說你看到這個是Ruby 所以當我按F5 它會跑這個東西出來 那如果今天我用的是 Python 那如果今天我用的是 Coffyscript 它會跑的會是Coffyscript 所以 因為這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些script runner 那你也可以設定你自己的 設定你自己的東西 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應該要 來 我先回到這個地方來 我先看一下 我這一個其實我剛剛這些設定檔 我放了一份在Github上面 這是我的Github設定檔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看其實我用了哪些 我用的plugin 其實我用的plugin 功能性的plugin不算多 比較多都是那種 就是sintex 那個顏色 那個sintex highlight 比較多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安裝方法其實不會很複雜 這個是它安裝起來的樣子 就是顏色 配置 那 安裝方法其實我這邊其實有列 就是你怎麼樣 就是用Gith的方法把它clone下來之後 然後執行幾個簡單的步驟就可以完成了 我這裡有提到說 F1做什麼 F2做什麼 比較常用的plugin會放在這裡面 好 然後 我們再回來看 回來看我們這個 為什麼我會覺得說它 呃 寫 寫一個 我覺得拿來寫Rails 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工具 首先我先提 要先 呃 讓大家知道其實Ruby on Rails 它是一個MVC結構的一個 的一個 一個Web framework 那MVC結構的Web framework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它的確會分得很清楚 例如是Controller在這裡 Model在這裡 Vue在這裡 那你有時候你 例如說你今天在那個 呃 在 例如說這個Controller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Index這個地方寫一寫 然後你可能需要跳到那個 Index這個地方來 你看你剛剛其實做了這些事情 其實是很沒有效率的 也不是沒有效率 就是你要多花時間在這邊做切換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 呃 安裝了某些套件的話 你 例如說我今天 呃 我先把它關掉再一次 你看 我今天如果想要找一個 一個Controller 叫做Article 那我要打的是 啊 Controller A-R-T Article 然後它就會幫我去叫出來 那個Article出來 那這是我剛剛 我其實我連這個檔案都不用開 我直接透過那個Rails這個Puget 直接 就可以叫做Controller 那叫做Controller 那我如果要進到這個這個 這個IndexView 這個怎麼辦呢 你可以按冒號R 就可以切換到它對應的 就是在這個View上面 在這個View 在這個View裡面 這個View的範圍裡面 按ControlR 它會切換到那個View過去 然後你再按ControlR 在這個View 它會切換回來 好 所以相當方便 那 再來就是 如果說你想要做一個左右對照的話 你記得按R-V 它會切 做一個切個視窗 那 這個我想是TextMate 或者是Submantex 就其他的編輯 文字編輯器 它比較難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 那因為 很多時候我常會在這個D-View 例如說我在這個地方走著寫一寫之後 然後在這邊改完 改完之後會在這邊切回來 所以 有一個這樣的左右對照其實是很方便 是相當方便的 就 可以省你蠻多時間的 那 再來就是 呃 如果說 因為有時候 其實我們要找的是 呃 假設我想要找某一個檔案 可是問那個檔案為例 或是 呃 假設設定檔案 你想要找一個 叫 initial 叫做 back trace 這個 這個 這個檔案 就是你可以開一個 然後慢慢一個一個 往下找到它 這樣是OK的 那 也有一個方法就是 呃 你可以用搜尋的 但是這個搜尋其實 有點像那個 textman裡面那個 community的一個方法 那 這個project 就是按了檔案 在檔案 之後 我可以 注意看我 我打了幾個字 我打了 back trace 其實我已經快要找到 我那個檔案了 按enter 我就可以進來 那 如果說我現在找一個 一個 article controller 你看我其實我 我不用打完整的字 它會 甚至它會去 match那個其他相關 相關路徑 所以我打幾個字 我只要 依稀記得那個檔案在哪裡 或 依稀記得那個檔案的名字 我就可以很快找到它 你看 然後 就可以繼續 來做我的事情 好 很方便 除了剛剛我們提到的 rcontroller之外 其實它還有 rmodel 也是我很常用的 rmodel 我可以 叫出這個model出來 rview 其實也是可以的 article articles裡面 有其他的viewindex 這個都ok 那更多的細節呢 你可以去看rails 這個 它有一些 相關的介紹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除了rills之外呢 我自己其實還做了一些簡單的 key mapping 比較常用的 例如說 編輯 我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用ctrl-p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可是因為可能 也許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還蠻常在編 可能會 就跟rot一樣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叫 另外一個叫rot 這兩個其實都 算是蠻常編輯的 很常會 修改 打開來改的 所以我做了一個簡單的key mapping 例如說我今天是 就是 呃 我打個 做一個 我做一個 我用lead gg 就可以跳出 這一個 你可以看這個畫面 就是跳 就是可以交出這個檔案來 注意看這個畫面 其實它是上半部 它只有上半部 是那個 那個檔案 下半部其實是 就是原來檔案 所以把它關掉 原來這個就還在 那 我設定 gr 他 例的gr 他會跳出那個 route file 這個其實都是一些簡單的設定 都可以在我 剛剛你看到key 那個地方找得到 好 那 如果你要做全文檢史 整個全 整個project的檢索 搜尋的話 其實也是很方便 透過ack 例如說我找pass 你可以找到相關 例如說這裡 所以 它可以很快跳到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來 好 它也是可以 它是可以根據你說 就是 只要有match 它就會幫你做手續 這是ag 他做的事情 那另外還有就是 呃 其實有一個叫做 我一直想 想要做的是 嗯 index view ok 這個 其實有時候 然後我們其實應該說在 呃 並裡面常會 有時候 假設我今天寫了一個 一個helper 然後 例如說我今天寫了一個helper 在這裡 啊 article helper 我寫了一個叫text helper 然後 但是 我用的時候 其實我是用在 假設我用在某個view裡面 我是用在這個view裡面 我 如果要去找到這個view的定義呢 啊 或者是說這個view 這個這個helper到底要接什麼 有沒有參數 我可能要看你的那個sauce code 我才知道 那我的做法 是 我會透過ctex ctex這個 plugin 幫我做的事情 就是我只要按ctrl 呃 翻掛 我只要透過ctex的快速鍵 我就可以跳過去 直接看到這個設定檔 然後還可以很快的切回來 我覺得這個 不只是我在 例如說在寫code 我甚至可能在看別人的code 的時候 我也會透過ctex 這樣切來切去 是很方便的 所以你剛剛其實看到 不管今天我是用rcontroller 例如說 很快要找到檔案 然後或者是用r 切過去或者是rv 做分割視窗 或者是rmodel 或是rview 其實它都是很方便 就是 因為這個算是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program實在是做的相當方便 所以我只要記得 其實我 其實我已經幾乎很少在開這個 那tree這個東西 因為 因為我這樣 其實我這樣 我很快就可以找到我要的檔案 例如說我要的controller 我要的 model 我要的view 那我就不需要再切來切去 這樣其實是 效率會好很多 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看看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前面大概介紹了 就是如何在model viewcontroller 的一些檔案之間切換來切換去 然後很迅速的找到你的檔案 但其實Vim當然不只這些 還有一些 它還有相當多的外掛 以及它一些內建的功能 我想這個應該會在之後 我們會再另外再找時間 再跟各位分享 好 呃 我可以選 我想這個 如果你曾經用過textman的話 你應該還蠻熟悉這樣的東西 因為其實這個project 就是順的 就是一些 又依照那個textman 打造來的 它就是snipmate 這個你可以在那個github上面 找到 包括例如說 你可能很常看到link to 這個應該你在寫rails 在Vim裡面很常用的到 或者是 belongs to 然後mogmodel 或者是 hasmany 這個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在textman都已經幫你做好的 就算沒有其實你也可以很快可以自己 這個都不是問題 那 還有 例如說 假設我今天打了一串字 我想要幫這一串文 這一串字 加上一個超連結 那應該怎麼做呢 例如說 我先把這個字選起來 然後ahf 等於aa.htm 然後 target等於 對不起 target等於blank 它就幫忙 把前面的a 跟後面的a 都加上去了 我想 這個 還蠻方便的啊 但是當然前頭是你熟悉 就很方便 我們再來看個例子 例如說 div div 然後這裡有個a 然後 div 結尾 如果今天你想要把 這個 這個前面的div 你想把這個 在外面這個 tag換從div 換到span 好了 你可能要做的就是 你去把這個 砍掉 然後 把這個東西 砍掉 然後就換掉 其實很麻煩 但是在 vim 透過某些外貫 你可以這麼做 你可以很快的 嗯 transtron tag 然後 expand 它可以幫你做完 那 這些其實這些 小技巧 我們應該會走之後 會在各位再介紹啦 這個 嗯 因為我其實我自己 也是 也是很喜歡這些小技巧 因為 當你熟悉這些技巧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vim 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編輯器 你可以很快的 呃 在 大家覺得很莫名其妙的情況下 改了某些字 然後 大家可以 也許 大家會同樣羨慕 或者覺得很好奇的眼光 覺得 哇你是怎麼辦到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我提供一些我 我個人的學 那個vim的學習經驗是這樣 是 例如說 我會去找一些其他人的vim vimrc的設定檔 然後 一行一行去看他們是怎麼做設定的 例如說 嗯 因為他們通常可能都會寫說 這個設定是做什麼用 這個設定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 我會建議各位開始的時候 呃 可以先從 就是一個空白的vimrc開始 然後 一行一行的去找別人的設定檔 然後 例如說 你今天有看不懂什麼叫做 呃 什麼什麼叫做 你可以像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打h 或者help 打h 然後map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說明 然後你就知道說 哦 原來那個 別人這麼設定的原因是這樣子 所以 那 因為別人每一個人的吸收 那個手感習慣都不太一樣 所以 呃 當你知道這個東西是這個功能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你需不需要 也許你現在不需要 這個 這個都 這個其實很很客製化的 所以 我會建議你們 大家從 空白的開始做 然後 做 然後慢慢的 就是去找別人 去看 看懂別人的一些設定檔 然後把它加到你自己的 自己自己的那個vimrc裡面 好我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學習方法 這個 一個學習方法 好 呃 其實各位 你到現在看到的 我在 在Vimrc裡面操作都是在 Terminal底下做 做了操作 所以你看這 都是在我這個 這個整個 Terminal底下 那包括我今天如果開個新的本頁 那包括我今天如果開個新的本頁 開個新的本頁 開個新的本頁 都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字嗎 這個都是這個其實都是文字啊 好這個都是文字 事實上呢,其實有GUI版本的Vim 像在Linux Ubuntu的話,它名字叫做GVim 在Mac底下的話,它叫做MacVim 那我開MacVim給大家看一下會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MacVim 然後你看到其實長得差不多 它這個Nertree其實長得也是一樣 因為它設定檔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多吃一個圖形畫的設定檔 然後有點不一樣的是你看左上角這個Tab的地方 例如說我今天再開一個新的Tab 這個Tab其實比較精緻比較漂亮 至於有沒有比較好,我覺得這個是個人喜好 有些人喜歡這個 那我會喜歡Terminal的版本是因為我可以按Ctrl-Z加FG 你可以在Share跟Termin在Editor裡面做切換 但這個用不太行 可是這個有個好處就是 前面一開始其實我就有提到說 其實我是一個愛王愛賢的人 然後我常常會在會需要 例如說我可能在一些聚會的場合 我接上投影機 然後讓大家去看 可是接投影機就有一個問題啦 你現場當你現場光源不足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那個投影螢幕是比較遠 大家看東西是不清楚的時候 這時候就很麻煩 你可能現場才發現 啊糟糕,顏色不太對勁 你在現場那邊調 那時間有限 然後大家會覺得你不專業 所以其實我就很快的刻了一個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一個設定 就是我可以按那個Lither-Z 你可以看到 我很快的 我這一個鍵 就可以切換那個字形大小 然後以及它的背景顏色 字形大小的背景顏色 然後它設定檔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只有字形大小的顏色要變 那如果我要再切回來 很快就可以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切回來 切過去切回來 切過去切回來 好 我想 這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特別是現在最 進 那個近年來 那個實體聚會 或者一些音討會 上面 當你接投影機 我其實看到好幾個 例子就是 都是這樣 都是 不夠清楚啊 那大家看 就會滿願 就會覺得說 這樣知道看不清楚 這樣有點可惜啊 那我其實 所以我在那個 我在那個VIM裡面 也有做了這樣一個設定啊 就是 應該這個 這個我幫它取名叫I線模式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也可以參考看看 好 以上大概就是我 嗯 這邊 這個影集的內容 那 如果哪裡有問題 呃 歡迎大家一起來 來討論 之後應該還會陸續 再錄其他的主題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